阿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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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 聽到客人點餐 睡夢中的老闆才突然驚醒 原來這是被稱為 沉睡的酥皮濃湯 不少人深夜前往購買 都會看到老闆趴在攤前睡覺 而這個地點 就是嘉義市文化路上 知名的脆皮濃湯 很可愛 我還有在網路上面看過它 因為在打瞌睡 然後被拆下來 很可愛 怎麼說 很自然 吃到四點 主人榮是這位五六十歲的黃先生 明明下午四點多才出門擺攤 大約六點左右才開始營業 就算到了凌晨兩點 也才擺攤八個小時 但會邊睡邊做生意 原來都是因為 我早就要五十歲就要營業 我早就要營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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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黃先生是一名農夫 原本脆皮濃湯是太太在賣 但二十年前由他接手 但人得白天務農 晚上擺攤 因此只能邊做生意 邊補充睡眠 黃先生賣的脆皮濃湯 表成酥皮 金黃飽滿 濃湯 濃郁料多 但都已經到了快退休年紀 卻因為另類特色引發注意爆紅 意外成為當地知名的都市傳奇 TVBS新聞季節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